我说还是张涛倒插门 那怎么成 李娟进门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再商量商量呗 张家什么事啊 还不是为了我们村子 农民公寓房的事啊 可是现在这事啊 黄了 这么说 张涛的婚结不成了 张家妈妈 你听说了没有 李娟家找了个倒插门 她能找个倒插门的女婿 我就不能找个进门的儿媳妇 我假如你们张家儿媳妇怎么样 张家跟李娟 就好像跟说好了似的 都在同一天办的酒席 他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怎么又勾搭在一起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 开放得不得了 老板 来瓶出 古法栏目剧 鸳鸯瑶正在播出 我张涛 只喜欢李娟一个人 那如果没有李娟 你会喜欢我吗 本集的现场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场的叔叔阿姨 奶奶大布大神 三姑妈六婆婆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地迎来两对心 这是张涛第二次办喜事了 为了这一天 张涛可谓受尽了煎熬 但其实张涛和李娟 早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只是由于张涛的丈母娘和母亲的贪心 这个婚姻才整整拖延了两个月的时间 期间张涛和李娟还险些分了手 想起这其中的波折 张涛就觉得心有余悸 不堪回首 我说还是张涛倒插门 你们母子俩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张涛到我们家以后 什么彩礼什么全免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儿女的事 让她自己看着办 你发疯了 说什么胡话 这不是你任我说的吗 你说的全废话 知道吗 我说你们两家的事情 好了 你别多说 李娟她妈 这婚事就得按规矩来办 我们家张涛怎么能入赘呢 我们家又不是没钱娶媳妇 不行 张涛入赘 那怎么成 李娟进门 看来这事 没得商量了 张涛妈妈 有话好好商量 好好商量 没话好说了 李娟妈妈 我看有话好好说嘛 不要以为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 不要以为我会轻易的妥协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既然这样 我又不用这么累了 妈 再商量商量呗 来 李娟 来 李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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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婶 哎 梅雅 这张家什么事啊 还不是为了我们村分农民公寓房的事啊 每家每户按人头分房啊 这事不早就定了吗 就是为了按人头分才出的事 哎 张涛跟李娟不是要结婚了吗 是啊 张涛人特别好 李娟啊 真是有福气 哎呦 可是现在这事啊 黄了 怎么回事 张家呢 要李家嫁过来 张家不是多一个人吗 李家哪肯啊 要张家入罪 可张家不干了 这不 闹上了 这么说 张他的婚结不成了 哎呀 人家结不了婚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没有 我现在也是很痛 很难过 妈 这菜我都给您热两遍了 您就多少吃点啊 哎呦 我又是早点饿死算了 没了我 你想干嘛就干嘛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什么饿死算了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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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代不答应我吧 我 答应你什么东西啊 哎哟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哎哟 老天爷 你看一看啊 我是个女儿白养活 我还是早点死了 早解脱 不行了 妈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好了 心里头就想着脏头的小子 你管我的死活干什么 妈 妈 你怎么样 您说 真的 我其实早就看出张家 那不是什么好说话的准 我还好准备了这一手 你看 妈 这什么意思 条件都说好了 嫁入罪 这怎么可以 咱们怎么能这样做 事成以后 十万块钱 那农民公寓的房子 我们就可以多分六十个平方的 你看 这我怎么跟张涛说 好你个小军啊 才半天不见你就见一丝签了 你对得起我吗你 你让我撞我 什么人 王大婶 你干什么你 不是 你 你们俩 这 我们俩怎么了 我们俩就不能由第二车老赖窍了吗 我们可是真心相爱的 我不是你 我以为你们俩就 你以为什么呀你 你是不是好多村里去散布谣言了 没有 没有 说我跟王大婶乱搞关系 没有 我告诉你啊 一 我没老婆 二 她没老公 我们俩人在一起 那是合法的 对 你们继续 继续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看见什么了 今晚这月亮好圆啊 只有毛病 今天又不是八月十五 月亮怎么会那么圆呢 好奇怪啊 张涛妈妈真是巧啊 没牙 张涛妈妈 您听说了没有 李娟家找了个倒叉门 我记得前两天 李娟还要叫张涛来着 怎么过了两天 这世界电话真快啊 他们家那事啊 别人不知道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告诉你 那倒叉门是假的 不就是为了农民公寓房分房的时候 多分的六十平方啊 真是的 她能找个倒叉门的女婿 我就不能找个进门的儿媳妇 张涛妈妈 您也要找个找个假儿媳妇 嘘 别乱说明呀 我又不是那种人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再说了 现在要找个假结婚的女孩 还真不容易 张涛妈妈 您看 您看我怎么样 你挺好啊 不是 我是说 我假装你们张家儿媳妇怎么样 什么 你肯 这 行 那咱们进步说啊 其实我也看不过他们的 是吧 你迟到了 我早就到了 刚才看到尊主任和王大婶在这儿 你好意思出来 这事您可以别乱说啊 他们年纪大了 怕人家嫌言嫌语的 我现在哪有这闲工夫管别人的事 你今天这么着急约我出来什么事啊 那什么 我妈 要我 马上 结婚 我早跟你说过了 你妈 绝对是一个智商超过爱因斯坦的女人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你妈的赞扬之心 绝对是属于运河之水 滔滔滔 新郎不是你 你要嫁给别人了 不是嫁 我妈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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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给了那个男的十万块钱 只要房子一到 我马上就会跟她离婚的 不是 你妈就为了区区几个平方 就可以轻易地断送一对恩爱小青年的美好婚姻 我妈非要让我这么干 不是我跟你说 你这虽然是假结婚 但是你在民洁上那已经 在民洁上你就是一个已经离过婚的女人了 那到时候村里人的闲言闲语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妈现在每天在家里面闹绝食 她哭天喊地的 都快晕死过去了 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能放她不管吗 可你就 就这么跟别人结婚了 我心里不舒服 张涛 这不是真的呀 我也是为了咱俩好 你想啊 等到房子的事情一过 我妈妈拿到你多分的六成方 她自然就没有理由再阻碍我们两个了 这个我知道 那你是不是嫌弃我到时候一过婚 当然不会 可是 你又跟别人住在一起 万一以后就生前了 这么说 你就是不相信我咯 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只是说的是一种假设 没有实际性的意义 那 你的时候还会娶我吗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 我要不娶你 我娶谁啊 这有什么事 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 妈妈回来了 小涛回来了 梅娅你怎么也怎么 小涛来坐 来坐坐坐坐坐 妈呀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梅娅愿意跟你结婚 哦 啊 你说什么 是假结婚 这样咱们占价不是多了一个户口吗 房子可以多分六十平方 不是 妈 我觉得这样对人家梅娅非常不公平 梅娅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而且要求也不高 只要八万块钱就成 哎 你先拿看 哎 六十多平方的 多了十几万 这笔是一花的咧 梅娅 你真的愿意啊 这以后 你可就成为一个 离过婚的女人了 真喜欢我的男人 我跟他说清楚 他是不会介意的 行行行 我们家可以给你开证明 这样以后你再找顿下就不麻烦了 这是张涛觉得自己最失败的时刻 面对两边荒唐的计划 张涛接受了 也妥协了 曾经的现场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叔叔阿姨 大夫大婶 三姑妈六婚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特别高兴 迎来了一对新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看我们的新郎 阴静潇洒 风度翩翩 具有东方男子的阳刚之气 看我们的新娘 多么多么人可爱 具有东方女性的传统之美 两位新人 从相知 相知到相恋 到相走 今天终于一节 百年之好和 同事们 朋友们 有没有感觉到幸福 有的话 请你们掌声支持一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梅雅 伯母 这这么早就起来了 那早饭 还有这地 这衣服都是你干的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 这些事我在家里都干习惯了 对了伯母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管您叫妈吧 虽然说我跟张涛是假结婚 但是总不能让相礼相亲看出来 您说是吧 对对对 你说得在理 这回转了 妈 这梅雅长得是又漂亮又能干 比那什么李娟的墙上一百费 是我家张涛当初怎么没看上你呢 在张涛眼里啊 李娟可比我强 那时我们家小涛没眼光 回头我说说他去 好的不雪 进雪心烂萝卜叶子 张涛 你起来了 我做了早饭给你热热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好意思让你动手 你还好意思说呀 人家梅雅早就起来做早饭打扫卫生了 你看你呢 妈 我这不是休息婚假吗 那么早起来干嘛呀 是啊妈 张涛她平常工作多辛苦 就让她多休息会呗 就是 不是梅雅你怎么也喊妈了 我让喊的 要是让别人听见了 那叫错了不就穿帮了 我要真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就好了我 妈你怎么说话的 人家梅雅还在呢 我就没当梅雅是外人 怎么着 行行行 说不过你 好吧 对了 没有 我中饭不吃了 我去那个隔壁二牛家溜溜 去吧 新婚第一天呢 你干嘛去呀 你不陪新娘子 你溜什么溜啊 妈 我们是假结婚 再说了 新婚第一天谁说不准出去的 行了妈 就让她去吧 还是梅雅十大起 行了行了 那我走了 中饭别等我了 这孩子真 总有一天 你的眼里 只有我 你 你怎么出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啊 去隔壁二牛家溜溜 那个 昨天晚上你们洞房 你跟那少美雅 没什么吧 天地良心 我张盗这辈子只爱你一个 对其他女人不感兴趣 可是 她现在是你老哦 那跟你老公一样 都是假的 那你可不许骗心啊 绝对不骗心 看 他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这 他们两个各自都找得对象 两场的婚礼都是我当的征活人 对啊 怎么又孤独在一起了 愚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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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这东西 怎么说呢 怎么怎么 别看了 真的 千真万确 他们两个人啊 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帐头 一个李娟 握不着一起啊 不会吧 他们总也不是一个刚娶了媳妇 一个刚嫁了老公 假结婚啊 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他们这婚啊 结得真的有点蹊跷 你想啊 说分手就分手 忽然要结婚了 而且啊 安排在同一天呢 简直跟演戏一样的 这要是为了分房子的话 还不就得演戏吗 这两家人真够可以的 为了房子 这种招都想得出来 要是我为了房子啊 要我去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过一辈子啊 打死我都不干 你傻呀 六十平方嘞 值多少钱了 这叫什么事啊 张透 妈 我又不是故意的 别人看来你们还是新婚 你就背着梅雅去偷情 妈 你就放心吧 放心 你都被人抓了现行啦 妈 房子肯定是分得到的 下次我注意点 我绝对不让人家给发现 还有下次啊 啊 你还想见面呢 你还嫌事情不够麻烦呢 你是不是 爸爸的全村的人都知道 咱们是假结婚骗房子 我没有啊 妈 张透她也不是有心的 下次会主意的 你看看 还是没雅师大提 你下次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行了行了妈 那我最近就不跟李娟见面了 行吗 这王大婶也真是 上次他跟村主任聚会 我都没确定了 什么 你说王大婶跟村主任 拢一腿 说来听你怎么回事 那个什么 你们现在轻轻热热 到街上晃荡一圈去 挽回点影响 妈 吃晚饭了 你到底去不去啊 哎呀 妈说去就去呗 那我去换衣服了啊妈 哎 赶紧去吧啊 哎哎哎哎 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一下 那村主任 那王大婶到底怎么回事 他妈你又想干什么呀 他叫我们家舍根 我也叫他舍根去 呗 威亚来了 哎呀 真好看穿的 来 食指相扣啊 这就对了 赶紧去吧啊 行了妈 那我们出租热热了 快快快快去 此时此刻的张涛可谓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境地 他既不能和心爱的李娟相见 还要违背意愿拉着梅亚逛街 哎哎哎哎你看什么情况啊啊 哎呦 真看不出来啊 哎张涛平时挺老实的 这会左搂一个右抱一点 哎哎 你不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开放得不得了 嘿嘿嘿嘿 还真不上街啊 老板 老板 来瓶醋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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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玩玩玩玩玩玩 玩 现在 人到你回答了 我问你 嗯 你现在有没有 一点点 一点点喜欢我 喜欢你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啊 我长得不比李娟差 性格又好 你妈也很喜欢我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你 我知道了 你是小娟派来试探我的 我告诉你 我 我告诉你 我张涛 只喜欢李娟一个人 那 那如果没有李娟 你会喜欢我吗 如果没有李娟 李娟 如果没有李娟 就没有我张涛 你 没有李娟 就没有我张涛 去 去吧 我真的不可以喜欢我了 只有一点点的喜欢 走了 梅牙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这孩子就爱喝酒 梅牙 妈 没事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睡吧 成 那辛苦你了 我先回去了 这儿 啊 嗯 梅雅还睡着呢 梅雅 梅雅不是睡内屋吗 昨晚喝那么醉 干什么事自己都忘了 我干什么了 动静上蛮大的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这个怎么办 完了完了 怎么了这孩子 你看 我请告诉你啊 梅雅现在真成我们张家的儿媳妇了 你要好好带人家知道吗 不不不不是我妈 我我 我你你 我什么呀我 男子汉又敢做敢当 知道吗 不是不是 快十一点了 我们也叫上来吃中饭吧 走走走 几点啊 十一点了 十一点了 嗯 这孩子怎么 张涛 你从来都不迟到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我睡晚了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你一撒谎就不敢看我的眼睛 到底是为什么要骗我 是不是跟那个少梅雅有关 没有 没有 那就是有了 对 对 对 怎么了 什么事儿怎么尊尊尊尊尊尊的 这有钱给你 好端端的 给我钱干嘛 之前说好的八万 不是给我了吗 这不是那八万块钱 这两万是 是昨晚的事儿 昨晚 没有 对不起 昨晚我 我喝多了 可能 可能 可能把你当李娟了 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钱什么意思 我 这是你该拿的 我该拿的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不是 不是 没有 我不是那意思 我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行 你是想给我点补偿 你心里就踏实了 就好过了 是不是 哎呀哎呀哎呀 两个这是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嘛 干嘛呀这是 不是妈 你 就昨天晚上那事儿 我想 混小子 是不是我身的 个男人又有担当 你这 让梅雅以后怎么做人呢 不是妈我不是那意思嘛 行了 这事儿我会负责的 不用你负责 不行 这事儿我一定会负责的 要不然 我足够不住 行 这话可是你说的 可别忘了啊 梅雅 妈呀 买了条新裤子 陪妈去看看啊 好 妈妈 别理他 走 李娟儿你听我解释 张涛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要么跟那个什么少美雅分开 那我也离婚了 要么 我们俩就分手算了 哎呦 小薰你听我说呀 三天以后 我等你答案 不是你 我 喂 喂 张涛啊 来 帮妈妈把衣服的标签剪一下 张涛现在纠结极了 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张涛的父亲逝世的早 张涛有母亲一手拉扯长大 所以从小到大 张涛几乎逝世都会听从母亲的 包括这门婚事 虽然张涛觉得对不起梅雅 一定要对她负责 但是她深知自己的心里 一直以来只有李娟一个人 现在张涛已经陷入到了无限的痛苦之中 张涛跟你家的事弄得两个孩子 唉 这人世间情为何物啊 直叫人生死相许 那我们俩的事呢 我 我 我决定了 咱们俩再也不能这么偷偷摸摸下去了 管她什么流言废语的 我只要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要了 真的 真的 哎 天儿啊 你说咋还是要一间大屋子好呢 还是多分几趟好啊 啊 妈 嗯 我 有事和您商量 哎 你说 要是要有个大房子的话呢 住的就宽敞点 要是多分几趟的话呢 自己住一趟 还有几趟能租出去呢 是不是啊 妈 嗯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离婚 哎呀 要是一间租出去是一千五 那就一个月 能多收入好几千块钱呢 妈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听见 我说 离婚 哎呀 听见了 不就是那个离 什么 离婚 妈 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 我要和张涛在一起 你不怪你啊 在这个结果眼上 怎么提离婚呢 你 就要分房子 就是要离婚啊 你得忍三个月 忍三个月 我一天都忍不了 妈 我现在每天脑子里想的 都是张涛 张涛 张涛 我还要在村里面那些人面前演戏 我实在没有办法忍了 妈 不行 你说过的 女儿的幸福 是你最大的心愿了 如果不能和张涛在一起 我就没有幸福了 你忍心吗 就是忍三个月的事儿嘛 曾那么大干什么 哎 倩儿啊 你设咱家的房子 都好几年没装修了 家具也都旧了 这样一来 不就是多简直了嘛 啊 妈 我跟张涛在一起 已经有八年了 我只爱她一个人 你到底是要钱呢 还是要女儿下半辈子幸福啊 如果 如果 因为这个分房的事情 让我不能跟张涛在一起 恨你一辈子 哎呀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哎呀 老天 我听昆曲 干什么你 你 这不是都为了你们李嘉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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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今天呢 我是应张家李嘉的要求 啊 我来主持商议 嗯 大家畅所欲言吧 啊 不要拒绝 我们的目标是 和平解决一切问题 啊 张涛 我已经离婚了 嗯 嗯 我现在是自由生 你是要我呢 还是继续跟少美雅在一起 今天当着村主任面 你就给个痛快的答案吧 张涛 你怎么说啊 嗯 我们家的美雅比你们李娟强上一百倍 你们李娟离不离婚 关我们家张涛什么事 哟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 就是因为你们张涛 我们家李娟才离得婚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张涛要负责 马上跟那个什么美美美 美雅离婚 再到我们李家来 妈 您说什么呢 李娟我告诉你啊 张涛必须倒插门 哎呀 我的六十平方 李家妈妈 今天你的如意算盘 是打不成了 我们家美雅跟张涛 小两口恩爱得很呢 张涛 李娟 其实有件事儿 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 那天我迟到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那天 张涛 别说了 其实那天晚上 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不用自责了 也不必为我承担什么责任 可是 我们 你这两天魂不守舍的 我才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李娟 就算我 就算我 美雅你 我祝福你跟李娟 祝你们幸福 长长久久 希望你们好好的在一起 美雅你 张妈妈 美雅 谢谢你这两天 对我的照顾 我一个人从外地到这儿来 一直都是一个人 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 自从到了你们家 才让我又有了家的感觉 美雅 你是个好孩子 是我们家小涛 没福气 此时的张涛只能默默在心里 向美雅道一声对不起了 张涛虽然觉得 对不起三个字有些苍白 但他实在不知如何向美雅 表达自己的歉意了 爱不是俗取 而是给予 此刻从美雅的真上 张涛才算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妈 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我现在马上去办离婚手续 我要跟李娟在一起 既然这样 你们李娟一定要跟我们张涛在一起 也行 不过话得说在前头 得是李娟进门 张涛上门 那还是没得商量了 那没什么好说 你 好了 我说也不要什么 张涛到上门了 也不要李娟来进门了 照我的说法 让张涛和李娟单独立个护 这不齐了 什么 让我儿子单独立护 那我以后不就一个人了 不行 妈 您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我是您儿子 小娟啊 是您女儿 咱们三个是一家人 以后不会分开的 对啊 咱们是一家人啊 对啊 老大婆 我看这事成 不成 这事就是你搞出来的 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合啊 我们现在可能 早就有外孙了 爸 您说什么呢 我不是不赞同他们的 就是这房子 房子房子 就是这倒霉的房子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重要的是看着儿孙满堂 安享晚年 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正什么正啊你 我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李家嘛 行 长头 我把女儿交给你了啊 以后你可以好好带她 李伯伯 我一定会好好带小娟的 什么还叫李伯伯 要改改口咯 爸 哎 哈哈 我都会想 今天现场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的叔叔阿姨 奶奶大姑大神 三姑妈六婆 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的迎来两对星 两对星人的婚礼 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幸福 有没有 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为我们的两对星人一起来洗澡吧 好吧 祈祷吧 故事的最后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的故事虽然圆满落幕 但是还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强调 张涛和李军双方父母 关心孩子婚姻大事固然没错 但是出于某种目的 将两个有情人分开 并且还安排了一场假结婚的闹剧 这是错误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工资 奖金 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因此 男女双方一旦登记结婚 便共同享有权利和义务 以及受到法律的保护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能够有所体悟 祝大家